下一位請黃國昌委員質詢 來委員謝謝主席 麻煩有請部長 請蘇部長 黃國昌好 部長好 欺負列了一件弊案 我在這個委員會裡面 質詢過非常多次了 大家是我所看過 背棄銀行的專業 向政商勢力屈服 上百億的損失 交給納稅人負擔 最糟糕的典範 結果我竟然沒有想到 2017年 一家公股航庫 一家公股航庫想要追究責任 追究到今天 上百億的損失 誰買單 這件事情還沒有給納稅人一個交代 結果 當初 這些涉案的董事長 沒有負起專業 堅理 打官責任的董事長 結果我竟然現在又回任了 我第一個問題最直接啊 肉燦昌 現在要當第一軍的董事長 這是你的決定 還是蘇貞昌的決定 我想 這個 過程當中 電跟布都有討論 對 這是你的決定 還是蘇貞昌的決定 電跟布都有討論 對 這是你的決定 還是蘇貞昌的決定 我 我告訴你啦 今天台灣的民主政治走到今天 你們有這些權利可以行使 但是這些權利啊 不是放在黑色的箱子裡面 在火暗的地方行使啊 不用告訴大家誰要負責啊 是你決定還是蘇貞昌決定 跟委員報告 所有董事長 公股董事長的人士 最後還是要抱怨核定 對啊 所以是蘇貞昌決定嘛 廖昌昌回來你贊不贊成 你贊不贊成 因為廖董事長過去 一直在公股行庫服務 是 然後呢 所以呢 你贊不贊成 那當然在 對於慶護的部分 當然他 後來我們 也請這個 律師的意見 好 那麼 我跟你講啦 不要再拿出來 後面那些笑死人的法律意見啦 當初賴清德為什麼把他換下台 你當初是次長你不知道嗎 當初賴清德為什麼把他換下台 我在2017年 11月16號17號 我連續開記者會 我掏出了什麼證據 2015年12月 總統府的約會跟密會 12月8號 馬英九請吃飯 陳慶南去 第二天 陳慶南 就跑去找了熊光華 熊光華說什麼 說那一天 絕對沒有討論 烈雷劍的連大案 說謊 為什麼說謊 這個是陳慶南 在司法程序當中拒絕所做的筆錄 我也像熊光華表示 都是現在為了要找連大行的事情遇到困難 希望總統可以出面幫忙 12月29號中午 吳敦毅請吃飯 陳慶南 夫婦也出席 結果吃完飯了以後怎麼樣 吃完飯了以後 下午就去喬啦 同一天就去啦 你們現在當國庫署 署長的蕭佳琪 也有去啦 結果現在怎麼樣 烈雷劍弼案 沒有人負責 全部都下來 剛剛部長在這邊講得正正有詞 說公私治理 專業 用人為財 部長我跟妳講 從妳上任到現在 因為妳自己過去 學者的身分 跟妳在一些事情上有為有守 我基本上是蠻尊重妳的 但是今天的這個決定 今天的這個決定 怎麼跟台灣人民負責 公平正義在哪裡 基本的是非在哪裡 廖參參在這個人世外 你贊成嗎 你作為一個部長 你贊成嗎 告訴我理由 你為什麼贊成 因為他以前是公股航庫的董事長 所以現在回來當公股航庫的董事長剛剛好 是這樣嗎 跟我們報告啦 事實上 過去廖董事長在合估期間 他的績效也算還 來 我直接秀給妳看啦 廖參參喔 專制上面是誰的人 我不需要再講了啦 他自己當初怎麼跟大家講的 這個是專業判斷 這個是銀行的專業 這是公司治理 廖參參無奈的表示 公股航庫總是要配合 上面有交代啊 我當然要配合啊 這個是公司治理 這個是銀行專業 部長你可不可以用道理說服我 就是他自己講的啊 沒有人冤枉他 公股航庫總是要配合 配合什麼 配合上級指示 請部長用公司治理 用銀行專業的角度 說服我 什麼叫公股航庫總是要配合 哪門是公司治理 哪門是銀行專業 這個部分我基本上我不知道他有發表過這樣一個一個一個 你不知道 奇怪了 你在審核這個人事案的時候 他適不適任 這麼重要的事情 當初賴清德為什麼叫他下台 你會不知道 我講得更具體啦 12月29號 陳慶男夫婦 卓頭府吃完飯 下午 檢太郎召開第二次喬戴康會議 結果那天開完會 財政部當天的公文就網上報告了 說啊 何庫說他們會參代 結果呢 12月29號 何庫連受信審議小組都還沒開會 受信審議小組還沒有開會 已經跟上級報告 沒有問題 我們會參代 這是哪一種銀行專業 這是哪一種公司治理 可以用道理說服大家嗎 用道理說服我啊 講那些空的 什麼用人為財 公司治理 銀行專業 你經不經得起檢驗啊 我2016 17年 11月16號17號 我把這些證據攤在陽光下 我那時候跟賴新德院長講 給大家一個交代 賴新德院長承諾我 他絕不負短 因為我相信他處理 10月24號 廖燦昌下台 他不是為了欽負烈雷劍的連帶弊案下台 他是為了什麼下台 結果呢 一年多 去外面當門神 過個水 現在接 資產額更高的第一金 你告訴我嘛 事實在在哪裡 我想跟我們報告啦 事實上這個部分 事實上 我也適當的表達意見 適當的表達意見 那最後 等一下 你說你適當的表達意見 跟誰表達意見 過程當中 部跟院都有互相討論 不對嘛 所以你說你適當的表達意見 請問你跟誰表達意見 院方 院方 蘇貞昌嗎 就是院方 所以我你表達的意見 被院方打槍喔 那我就問你嘛 一個財政部長 基於過去的經驗 告訴他們 從銀行專業 從公司治理的角度 我部長有疑慮 直接被打槍 那這不是政治任命 什麼是政治任命 這不是政治任命 什麼是政治任命 我有說錯嗎 我為什麼這樣生氣 洛杉昌去哪裡當董事長 我講一 我講句比較直接的啦 他去哪裡當董事長 我不會多一塊肉 他不當董事長 我也不會少一塊肉 但是你們知道嗎 有多少基層的民眾 看到這種政治任命 看到這麼離譜的人士 大家都在問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我們的公股航庫 被掌握權力的人拿來當什麼 當操弄的工具 當操弄的工具嗎 結果 連假前下午 迅雷不及言的發佈命令 讓社會沒有反應的時間 讓一切木已成舟 你們要罵你們去罵 好管我自為之 我權力就是要再濫用 要不然你要怎麼樣 行使權力可以如此傲慢 我要告訴我們的金融界什麼 我們的政府其實不在乎金融治理 我們的政府其實不在乎受信的專業 我們的政府只在意 我挑出來的人 聽不聽話 上級有指示 受信審議會議還沒開 就決定要參代 然後這樣子的人 好不容易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 下台了 過水 一年多 回來 給你更大的銀行管 有這種事情喔 廖山昌誰的時候上任 應該是 今天吧 今天上任 誰說上任 講清楚 我直接跟廖山昌先生喊話啦 今天啦 你如果還有一點基本的羞恥 你如果對他留下來何庫 這幾十億的爛賬 你不知道怎麼跟人民交代 不要上任啦 多人現眼啦 部長今天已經在這邊講了啦 我反對你的任命啦 但是上面有交代啦 這就是政治任命啦 践踏最基本的公平正義 完全沒有是非 今天怎麼那麼快 好